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此先议员陈俊宁也表示 因为领导进行互播工程 相对影响游客的参访意愿 但是请民众再等待一段时间 今年底后就能全线开放 有非常多有客户 要来我们营山的这个所在 来送櫻花 或是来这里吸收这个 享好的芬多金 因为当时这个山坡 去崩下来 地苏到这个附近这 在出入的时候 有看起来比较危险 根据我们传统办公室这边 和我们国际民意代表共同打招 这段我们管政府已经在做 这个附建工作 一定在十二月底 在我们盈活盛開的进程 会冠軍把这条工程 来跟他始组完成 最主要就是希望未来 地方双湖社区表示 明年初开始 登高林道的好几种樱花 将会陆续开花 届时再邀请大家来赏花 因为附近的休闲 产业道路甘原路 目前严重摊房 所以请大家不要前往 以免发生危险意外 宜蘭新闻记者张力霖 采访报导 宜蘭新闻 宜蘭新闻